刘秀虽然让东汉王朝站稳了脚跟,但光武中兴远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完美。 首席汉晚期,黄泉持续衰微,王莽篡汉等事件影响,东汉初期地方豪强仍旧势力强大,王室内部斗争激烈,社会动荡,民怨沸腾。 刘秀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打压了地方豪强,强化了黄泉,但并没能彻底消除豪强的威胁,同时,他在选择接班人时,由于怀柔,废太子刘强后还保留了其势力,给后来王室叛乱埋下了伏笔。 继位的汉明帝刘庄,本该是守城之主,但面对这么多的难题和包袱。 刘庄要是紫城复制,继续宽容人后下去,真能够度过危局吗? 刘庄显然不打算这么干,事实上,刘庄打小就喜欢跟刘秀对啥干,刘秀让他往东他偏往西,让他撵狗他追击。 据说刘秀死前,担心刘庄宁着来,只能以反话来表达自己归葬芒山的心愿,但刘庄依旧反其一而行之,将刘秀埋在了黄河边上。 但正是靠对啥干,让汉明帝面对朝政混乱的局面时,着力寻找新的同盟,提高民意支持率,重塑礼乐,最终得以巩固地位。 显然汉明帝对施干对了,他没有像王莽那样直接翻车。 那刘庄是如何跟刘秀对A干,面对乱局,创新方法,抓住要害并稳定乱局的? 为什么刘庄要和刘秀对施干? 刘庄和父亲对筛干是有其道理的。 刘庄的母亲是殷利华。 南阳郡新野县的伊丽华美貌庄重,刘庄早年就有娶妻当得伊丽华的愿望。 公元二十三年,昆阳战后四年,刘庄如愿娶殷氏为正氏,婚后第二年,刘庄转战到河北。 为利用真丁王刘阳的势力,刘庄娶了他的外甥女郭盛通,也将其立为正氏。 刘庄之所以娶郭盛通,是看重其出身,其母出身真丁王族,其父郭昌是当地大姓,可见刘, 郭二人的婚姻是正直联姻。 刘庄即位之初,将郭盛通和伊丽华都封为贵人,但在该立谁为皇后的问题上却犹豫不定。 伊丽华比较实大体,主动推辞,让郭盛通当了皇后,后来刘庄难以忍受郭盛通和郭家人的做法,改立伊丽华为皇后。 皇太子的头衔,由此才意外地落到了刘庄头上,当时刘庄已经十五岁。 就感情而言,这就是简单的狗血三角恋,但就刘庄看来,这是一段让他心惊胆战的岁月。 刘庄为了霸业,抛弃伊丽华和他不管,他出生都远离故土,在河北长山出生,可谓饱受颠沛流离之苦,本就该是刘庄的太子之位,因为父亲刘庄的三角恋还差点被弄没了。 这些坑麻的行为,少年刘庄打心眼就看不起,随他打小就跟父亲唱反调。 环境变了,办法也得改,环境也逼着刘庄和刘庄对谁干。 刘庄那一套,弊端颇多,难以继续了。 一,谋逆大案。 公元57年3月29日,汉光武帝在洛阳逝世,同日,汉明帝继位登基,地位交接时。 就发生一场谋逆大案,东海王刘强举奏山羊王刘庄逆谋串通他造反,并将其谋逆的书信及使者一同上交给了明帝。 刘强便是郭盛通当皇后时的太子,查明真相后,刘庄稀释宁人,只给了刘庄一点小惩罚。 这就是刘庄留下的坑,换掉太子,却又不像汉景帝那样除掉或是血藏救太子,救太子的那一帮势力极有可能引发国家的动荡和分裂。 刘京是刘庄同母兄弟,本是占刘庄一头的,可也倒向了刘强,还有一个是同阵营的同父异母兄弟。 楚王刘英,刘英在刘庄当太子时,就和刘庄关系不错,可后来刘英结交宾客,又在封国做金归玉鹤,刻文字为福瑞,积极准备造反。 过去支持刘庄的,不是反水道前太子阵营,就是自己要另立门户,这说明刘庄当太子时间还是太短,所积累的威望和实力都还不足,还不足以服众。 连兄弟都成为了对手,要是诸侯们都闹这一出,西汉的七国之乱可能会再度上演,而朝廷还有实力应对吗? 二,地方豪强蠢蠢欲动,地方上也是个烂摊子。 各地举孝联弄虚作假,权贵阶层行请托之风,官吏贪赃枉法,胡作非为。 百姓愁苦哀怨,此外,郡县官府经常趁征发百姓服役之机,擅自作奸牟利,欺诈勒索贫苦百姓。 此外,刘庄迁就地方刺史,名义上称为节省他们进京费用,让他们不必经常入京,可以便宜行事,这样刺史与朝廷的联系越来越少,成为了威震一方的土皇帝。 朝堂上,宗室兄弟们针锋相对,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,地方上官吏豪强勾结,胡作非为,伟大不掉。 在这种情况下,若在执行刘秀怀柔,宽容的统治策略,新生的东汉王朝搞不好,随时可能会分崩离析。 刘庄只能谋求改嫌更张,善于打烂牌的人,本以为刘秀留下的是锦绣江山,没想到盛名之下去隐患重重,他能怎么做? 很多人拿到烂牌,选择放任自留,比如汉元帝,发布诏书要迁徙豪强,但豪强一抵制,他便放弃了努力,任由豪强发展,直至不可收拾。 也有无脑硬刚,拿着烂牌往司力队,比如说王莽,篡汉之后,名不正言不顺,缺乏权威,可他却在当上皇帝后,直接就跟豪强问对谁干,土地收归国营,盐铁物资专营,货币改革等等,哪招狠就用哪招。 结果最后惹得豪强纷纷起来反对,最后迅速垮台。 而那些善于打烂牌的人,个个都非等闲之辈,而都是善于戒势布局的高手。 比如说汉武帝刘彻,他是在刘荣被废后当的太子,所以诸侯们不服他,淮南王刘安早就抑郁造反。 此外,朝堂上王太后和外戚填坟也干涉朝政,如果不出意外,汉武帝很可能会和汉景帝一样,处处受阻挠,很难舒坦。 但汉武帝抓住匈奴外患的问题,拒绝和亲,通过武力战胜匈奴,树立了自己的权威,成为一代雄主。 汉明帝刘庄的处境和汉武帝刘彻类似。 豪强问题和宗室问题一个都没上,当然刘庄不可能学刘彻去打仗, 因为东汉开国不久,一穷二百,经不住折腾。 但刘庄领悟到前辈们的精髓,一得有效利用好手头资源,二得会见识。 刘庄的出牌 刘庄充分利用手头资源,一反刘秀怀柔的做法,转而使用铁血手段。 不是有王莽的失败教训在前吗? 皇权不稳固,随便应当对手必死。 那就先强化皇权辈。 刘庄手头能用的资源不多,包括剩下几个支持他的兄弟,有却不多的皇帝权威,几个父贤在家的开国元老。 怎么充分利用好这些资源呢? 刘庄用了两招。 第一招,雇本赔援。 刘庄充分调动有限资源,实现了正循环。 首先,让同父同母兄弟刘苍以票计将军身份开服辅政,从而笼络宗亲成员。 其次,刘庄在洛阳南宫云台阁命人画了28位东汉开国大将的画像,成为云台28将,如此尊重和推崇英雄,自然收获了一波元老们的支持。 随后,通过修改礼仪服饰,提高刘庄在朝臣和民众中的声望,通过重用宗室成员和尊重开国元老,刘庄得到支持。 从而采取措施提高声望,树立权威,而权威提升之后,又更加重用宗室成员,更推崇元老们。 这样几轮循环下来,刘庄对朝政的掌控力就得到了显著增强。 第二招,多领域常识。 在朝廷内实现权力正向循环之后,刘庄又开启了一个更大的循环,对不服从的宗室成员和地方豪强实施打压。 严苛治下,刘庄是没有他父亲那样的威望,只能靠严苛来管理官员。 虽然刘庄对陈下的态度过于严厉,督则过度苛刻,却有效地保证了刚计整肃,励志谨言。 朝廷,地方,政绩提升明显,打击宗室,严查刘庄作乱,并随后派郡国的官吏严密监视。 后来刘庄又让巫师诅咒,被郡国的官吏报告,惶恐之下,他最终自尽。 楚王刘英因谋划作乱败露自裁后,刘庄发现刘英结交世人官吏的名录,为此兴了大狱,诛连了很多人。 郭皇后生的两个儿子,刘康和刘延,也在封国结交宾客,图谋不轨,也被削减封地。 限制豪强,功臣,大司空窦容,不善于约束自己的家人和子弟,子孙多不法,自明犯法的窦士族人,被朝廷捉进监狱并死在里面。 另有多人被处罚,太后殷丽华的弟弟殷舅的儿子是驸马殷峰,杀了公主,虽然殷太后还在,但刘庄也不遜私情,将殷峰杀死,赐殷舅夫妇自尽,刘庄又以怨望,献妃疏诽谤为由,杀了和熙功臣梁统的儿子,自己的姐夫梁松。 开疆拓土,国力增强后,刘庄积极经营边疆,与北匈奴争夺西域,公元73年,刘庄命斗固,耿炳等分四路出击北匈奴,大败匈奴虎掩王于天山,班超就是此时随军开始了他的西域传奇。 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汉明帝实事求是的分寸感。 在管理官员和打击宗事方面,他并没有好大贪功,来一场全面彻底的改革,而是抓住典型进行强力打击,从而起到杀鸡给侯看的效果。 限制豪强时,并没有像王莽那样动不动就想将豪强连根拔,而是抓住不听招呼的大豪强进行打击,严格限制其规模。 京营西域,在派遣大军打败匈奴的基础上,仅给班超36个人将空手套白狼发挥到极致。 这些治理措施获得成绩,反过来增强了皇权,而皇权增强后,又进一步加强相关方面的治理,从而形成了一个大的正向循环。 面对并不稳固的基础,刘庄循序渐渐,有点极面的,先充分利用手头资源,扩大优势,然后进行小切口的尝试,从而最终上岸。 虽然是跟刘秀队是一干,但他的做法符合实际,极具弹性和分寸感,一手烂牌由此被他打得异常精彩。 东汉王朝由此实现了软着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